在頒獎典禮現場展出了這場 繪畫比賽各年級獲選的作品 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參觀合照 每一幅畫作展現的題材 以及風格都不一樣 榮獲高年級金牌獎的王岑密 結合時事 以2020總統大選為主題 而同樣獲得高年級金牌獎的曾鈺倫 更是突破評審想像 以永和行政區域圖為背景 來凸顯出主角永和和平哥 剛好我們這個得獎者 金牌得獎者的作家 也在這裡 我們來歡迎這個小小畫家 是哪一位啊 來來你告訴我 你怎麼那麼仔細那麼會觀察 連鴿子的羽毛都仔仔細細的 一根一根的畫出 你是怎麼辦得到的 就細心的描述就對啊 花了很多時間嗎 對啊很多的時間 那你畫完有沒有覺得很有成就 嗯沒錯 加上得到金牌獎對不對 對 恭喜你 恭喜 我個人擅長畫人 因為永和這個名字代表永遠和平 然後明年就是2020大選 我畫了很多政治人物 中年級組在作品呈現上 以寫實為主 獲得銀牌獎的黃嘉鴻表示 平常去符合橋下運動的時候 都會看到才藝表演 剛好有這個比賽 就把自己的觀察畫出來 能獲得評審肯定 讓他好開心 有時候去打球會看到 然後看到之後就想學 可是又沒辦法 然後剛好這個比賽就畫出來 這次評選一共有500位學生獲獎 不同年級有不同的表現手法 透過作品能了解孩子喜好的人事物 無論是人文風景還是美食饗宴 都是日常用心觀察的成果 而在細細品味生活的過程中 家長的陪伴鼓勵 就是孩子成長最大的動力 記者張玉珂 新白報導